驻日代表处在东京帝国饭店 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04年国庆酒会 邀请日本各界贵宾及台朝 共有1800多人出席 驻日代表选思纯在会中强调 今后将持续推动签署台日经济合作协定 并呼吁日本要支持台湾 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还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国庆酒会开始前 驻日代表沈思传抗力 在入口处与贵宾们一一握手寒暄 并接受问候与祝贺 驻日代表处在东京帝国饭店 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04年国庆酒会 包括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 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 日华议员肯谈会干事长古乌奎斯 前众议院副议长魏腾征侍郎 前官房长官知也信南等约150位参众国会议员 以及教廷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巴拉圭等国 驻日大使与台侨出席总人数超过1800元 场面盛大 沈思传致辞时 除了引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今年7月在参议院委员会答询时的内容 强调台日互为主要贸易伙伴 如果双方加强产业合作 携手禁军东南亚等第三市场 必将共创双赢局面 他也呼吁日本各界支持台湾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安倍首相も台湾との 右方関係を強み中止され 前半全民の特別委員会で 台湾は日本の重要な幹部なんてある 大切な4人であると改めて述べられました 大西館の交流はさまざまな領域で さつまざまにあげております 日本の大西館などの選択を推進して参ります 日本の交流協会会長大乔光夫表示 近年来台日關係有諸多具体進展 包括双边签订投資 漁業、観光等协定成果豐碩 代替会長平早舅夫出席的 日华議員肯坦會幹事長 谷屋奎司德強調 松山雨田兩機場的直航 为双方観光事業創下佳績 去年故宮文物在日本展出 也是他们15年来 在国会全力推動相關法案的結果 今後仍將持续協助推動台日關係 公務員は基本的実績 一つの民主主義 この共和主義と確保を持つ ようであります 大学は相当的にともさらに 今後仍に選ばれております どのような欠陥に立とうと 我々日本として 台湾の友好信頼の絆は 無限でありがと 私たちの友好信頼の絆は 私たちの友好信頼の絆を 私たちの友好信頼の絆を 接著日本中華聯合總會会長毛有次 带領所有人一起干杯 他指出台日在歷史文化 以及經貿等領域 有著特殊情感 期待今後 雙方在政府與民間努力下 雙方的關係能更進一步發展 酒宴開始之後 許多貴賓陸續向沈思純問候 也祝賀中華民國 生日快樂 台湾宏光律師謝惠之 日本東京採訪報道